2014年3月4号 热火主场以124比107击退山猫 勒布朗詹姆斯在比赛中砍下了61分 创下个人职业生涯单场得分的新稿 有趣的是 此前詹姆斯因面部伤势开始佩戴脸部护具 起初他选择的是全黑色面具 配上热火队黑色的队服 如同蝙蝠侠黑暗骑士的造型 十分亮眼 而在蝙蝠侠面具的加持下 詹姆斯连续无场比赛 打出了37加10的恐怖数据 永不可当 但好景不长 联盟随后以黑色面具会吓哭球迷的无厘头理由 下达了禁止佩戴黑色面具的禁令 詹姆斯的蝙蝠侠生涯也到此为止 但身为联盟第一人的詹姆斯 并没有受其影响 他早已习惯了这些场外的干预因素 于是在更换透明面具的第一场比赛中 他便全场33投22中 三分球10中8 狂砍61分 刷新了自己的个人单场得分记录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NBA历史上第一位单场至少哄下 61分 7个篮板 5次助攻 而且命中了8个三分球的球员 而这也是詹姆斯面具詹明号的由来 《鬼静, 》 《鬼静, 》 你有原本认识